假设我们在Mobile Feature这个分支上面添加的新功能 也想应用在Master这个分支的上面 这样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合并的一个操作 用的是Git Merge这个命令 我们可以先切换到Master这个分支 可以先用Git Branch去查看一下当前的分支 如果现在在其他的分支上面 我们可以使用Git Checkout切换到Master这个分支 现在当前我们所在的分支就是这个Master这个分支 然后输入Git Merge M-E-R-G-E 后面加上要合并的一个分支的一个名称 我们合并的是Mobile Feature这个分支 在执行这个合并动作之前 我们可以先打开项目 然后按下回车键 在这里会显示一个Fast Forward 说明这是一个Fast Forward这样的一个合并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创建Mobile Feature以后 还没有对Master做新的提交 所以这个合并就是一个Fast Forward的一个合并 那么也就是会直接去把Mobile Feature这个分支上面做的提交 合并到Master这个分支的上面来 这个合并的动作不会是一个新的提交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提交的日志 使用一个One Line的一个选项再加上一个Decorate 当前我们是在Master这个分支的上面 你会看到显示的最后一次提交 就是为Index-HTML添加移动设备的一个快捷图标这个提交 这个提交是我们在Mobile Feature这个分支上面去做的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分支合并到了Master这个分支的上面 所以最后一次提交 也就是在Mobile Feature这个分支上面做的最后一次提交 下面我们可以再去对比一下这两个分支的区别 用GitDiff 要对比的是Master 还有Mobile Feature 这里没有任何的提示 那么因为我们已经把Mobile Feature的提交合并到了Master这个分支的上面 所以合并以后这两个分支就已经没有区别了